为了减少碳排放量 中国政府将氢能源注入了交通领域 上海近来推出首批氢能源车辆 这款汽车最大的卖点在于 续航能力还有添加气体的速度相当的惊人 相比普通的电车 氢能源汽车不需要长时间充电 而司机只需要用上短短的3到5分钟 就能够将车子充满氢气 而且还能够续航长达300公里 为了提升绿色低碳水平 中国正在大力推广氢能源市场 包括开发新能源赛道 目前就有80辆氢能源电照车 在上海投入运营 其中一名驾驶氢动力汽车的司机受访时透露 他的车每天只需要添加3.5公斤的氢气 就能续航250到300公里左右 相比普通的燃油汽车 这款新能源汽车的氢气消耗量并不高 再加上氢燃料价格亲民 替司机省下近一半的燃料成本 除了节省开销 氢能源汽车还有另一个特点 只需要短短几分钟 车子就能填满氢气 这对电照车司机来说 可以很好的解决新能源汽车 充电慢的痛点 大大提升运营效率 以前开过商务车的基本上在1块左右 到有可能1块2 夏天的话开空桥 现在这个氢能源车的话 应该在五六毛左右一公里 虽然这款汽车的性价比高 但目前上海市区内的 加轻站数量并不多 限制了司机的出行半径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站就只有30到50辆的加住车次 我们昨天总共加了129辆车 总共的共轻量是在600多公斤左右 也就是说平均一辆车大概在5到6公斤 已经达到我们设计能力的60到70左右 另一方面 电造车服务运营商则表示 尽管受到加轻站短缺影响 但过去两个星期 有越来越多新能源电造车陆续上路 目前首批新能源车辆的运营情况符合预期 运营商也透露 这款新能源汽车的能力转化率高 氢气在燃烧之后排放的不是废气而是水 所以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具有更长远的发展优势